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连日饱受盐水之苦的巴黎当局有鉴于塞纳河水位不断上升,昨25日已发出洪水警报,塞纳河水位在24日比正常值高出4公尺,预计在27日将比正常水位更多出6公尺。 位于塞纳河畔的罗浮宫也拟定紧急应变措施,官方已准备将罗浮宫内的无价艺术品撤出馆内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法国连日来遭逢强降雨,据该国气象局指出,巴黎最近的降雨量比正常值多出两倍,目前许多地区仍出现暴雨,让法国政府部门绷紧神经。 巴黎警方25日在一份声明中提到,塞纳河沿岸地区有395人受到保护性撤离,塞纳河水位逐日上升,当局已发布洪水警报,预计塞纳河水位在27日将比正常值高出6公尺。 报道指出,2016年6月时,巴黎也曾发生洪水,当时罗浮宫内3万5千项艺术品被撤出馆内。 罗浮宫官员指出,从那时开始,官方人员就接受培训,大量被斩艺术品都处于打包状态,以便紧急状况下能及时应变。 法国巴黎曾于1910年发生大洪水,当时塞纳河水位比正常值高出8公尺,造成巴黎许多地区成为水乡色国,许多民众流离失所。